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很多痕迹 皱纹很是明显 尤其是笑的时候 面容变化相当大 索性精神状态还可以 据了解 翁茜玉定居日本的这些年 专心钻研版画艺术 且屡屡获得美食界的好评 甚至得到国际大型美术馆收藏 如今 她已经成为了当地有名的版画艺术大师 为了表扬她对艺术界的贡献 相关单位特意给她颁发了文化赏 翁茜玉受访时表示 获奖她真的很开心 相信爸爸知道一定很开心 她还透露 明年她可能会回国举办个人版画展 她目前正在画一幅很大的版画 跟以前画的有点不同 她已经研究很久了 她说 我在日本演艺圈60年 日本是培育我艺术生涯的摇篮 在这里学到的都在后来在各地得以发挥 我现在将版画作为一生的艺术事业 如果能活到一百岁 我也会一直画到一百岁 也希望能在新加坡 台湾 以及世界各地展出 翁茜玉开始学习做版画 是在四十年前 在日本版画界以 朱蒂昂的画下的好画不计其数 出席颁奖礼这天 她一身合福 上面秀制的就是她的得奖画作 凤凰影响 翁茜玉说 爸爸一直都希望我在日本有作为 我得了奖 他在天上能看见 一定很高兴 这首祈祷是爸爸生前的作品 我很感谢他把人间爱写入歌里 也让我把这首歌流传下去 他说 唱歌和演戏 大部分的时间都得按照事前决定好的行程表去进行 可以走进画室 那完全是属于我的自由时间 记者参观过翁茜玉的画室 画房里的她 与舞台上的她 判若两人 远离那耀眼的舞台灯光 脱下了金光闪闪的礼服 穿着是一身朴素的日本庶民蓝染服 就是一个专注于画板的女画家 关并期间 她虽然无法离开日本 但更集中于创作 据了解 她近期你在故乡台南办一次版画展 翁茜玉说 作画可深入观察日本的传统 我作为一个旅日外国人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人看不到的事物 捕捉一些日本人忽略的细节 日本人看我的画都会说 从画里可重拾一些被遗忘的价值观 以名在座的文化厅评审员受访时说 翁茜玉在一国他乡能获奖 受到日本文化厅的表扬 只因为她一直持有祈祷和平的赤子之心 并以不平凡的眼光来观察日本 提到翁茜玉 很多人会觉得陌生 翁茜玉出生在台南县刘云乡 自幼随父亲翁炳荣搬到日本生活 她从小对演艺事业很有兴趣 因为模样出众 在日本得到不少演出机会 她所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宽广 比如影视 唱歌跳舞 编辑 服装设计 烹饪 主持 版画 节目制作等都不在话下 但翁茜玉最喜欢的还是唱歌 她是三岁初等 是邓丽君同时代的歌手 被尊称为东方第一艺术女神 六十年代入行的她 唱功非常出色 先后唱火了无数经典金曲 包括爱的奉献 永远相信 祈祷的 对于内地的观众来说 翁茜玉让人印象最难忘的歌曲 一定是爱的奉献 这首歌曾作为正大综艺的主题曲 火遍大江南北 成为了不少人心目中的童年回忆 时隔多年 这首歌的音乐一响起 依旧有很多人会跟着唱 除了唱歌 翁茜玉还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虽然她参演的作品不多 但大部分口碑都很好 她甚至拿过影后的殊荣 1968年 翁茜玉参演台湾电影小翠 票房极佳 1972年 她以主演电影真假千金 获得第十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1973年 她以电影爱的天地 获得东南亚电影节特别演技奖 1978年 翁茜玉参演在台湾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 欣喜相继 此后专心在日本发展演艺事业 翁茜玉的演艺事业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到高峰 在香港 日本与台湾走红 其歌唱代表作 爱的奉献 祈祷 含羞草等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主题曲 爱的奉献 由翁茜玉所演唱 歌词是她父亲翁炳荣所写 爱是love 爱是ammer 爱是rag 爱是爱心 爱是love 爱是人类最美好的语言 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 1983年 翁茜玉在香港与大牌明星郑少秋 林青霞 袁彪 洪金宝等参加了徐克导演的新属山剑侠 饰演女侠里一起 事业风风火火的她 感情路走得很不顺 单身多年美儿女 一次 翁茜玉在参加节目时透露又透露 15岁时喜欢上第一个中国男生 就是香港演员秦沛 秦沛是她的初恋 那时她很帅 也很纯 现在我还是她儿子和女儿的干妈 可惜男敌远距离恋爱 最终无疾而终 不过他们没有闹翻 分手后仍是朋友 两人至今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秦沛每次到日本旅行 都一定会吃饭见面 秦沛的女儿江丽文 更任了翁茜玉当干妈 告别秦沛后 翁茜玉一直忙着工作 没时间谈恋爱 直到40多岁的时候才结婚 她的老公是一名画廊经纪人 两人婚后有过短暂的幸福 可能是结婚时年纪不小了 夫妻俩没有生儿育女 遗憾的是 婚姻维持了六年后 两人的关系便画上句号了 离婚后 翁茜玉再也没有公开过恋情 至今没有再婚 过着独居的生活 如今已经73岁的翁茜玉 早已隐退 除了自己喜欢的版画艺术外 目前她的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了从事慈善事业上 最近 久未露面的翁茜玉 应邀出演了一部日曲 在剧中饰演近藤颂丽的奶奶 还要刻意化牢妆 才能符合形象 栋灵的好气质让人呈现 今年5月 翁茜玉来本地参与 爵士演华彩2023演出 在两晚的演出中 她将首次以爵士乐演绎华语歌曲 包括《海鸥祈祷》 《温情满人间》等 去年获日本文化当局颁发文化功劳奖 翁茜玉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 自己得过的三个奖 她说 两者都喜欢 就像阴阳 两者互相协调 版画画出自己的世界攻击人看 唱歌则可以透过自己声音 去感动大家 不说不知 过去三年的疫情 尽管生活日常和工作都受影响 但翁茜玉却半点也没有闲着 她告诉记者 她成了YouTuber做网红 翁茜玉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表示 对这次的演出十分期待 毕竟她未曾以爵士乐的方式演唱华语流行歌曲 尤其是自己的歌曲 问她视频的内容是什么 唱唱歌 下厨做菜 教人练气功等 记者好奇地问 怎么会教人练气功 翁茜玉答道 我在日本跟师傅学了十年的气功 既然开了YouTube 就教简单的步骤 翁茜玉坦言 刚开YouTube时担心网友 对自己提供的内容没兴趣 也觉得无聊 没想到网友的反应加 给了她很大的动力 目前 疫情总算过了 翁茜玉又得开始忙碌了 她告诉记者 除了前来新加坡演出之外 下个月她将在日本开演唱会 年底则会到台南举办版画画展 看她如此忙碌 记者问她是否有想过退休 她笑着答道 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 她解释 作为一个创作人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 五十岁 六十岁和七十岁 面对的挑战都很不一样 像现阶段的我 版画创作喜欢用红色 再过个十年 可能又不一样了 不过 她说 在唱歌方面 体力可能和以前不一样 那就换个按照自己体力的唱法去演唱 七十三岁的翁茜玉 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站在舞台上的艺人 另一个是在画室里拿起画笔 水墨和雕刻刀勾画出版画的画家 问她两个世界翁茜玉有什么不同 翁茜玉想了想说 画室里的翁茜玉是很随性 不化妆 一身便装在作画 舞台上的翁茜玉 则是要装扮自己 穿得漂漂亮亮 在台上唱歌 她说 两者都喜欢 就像阴阳 两者互相协调 版画画出自己的世界 攻击人看 唱歌则可以透过自己声音 去感动大家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